我看這個拖育快篩啊 福祐達家公司呢 被證明說是跟高端是有關係的 所以騙人說他兩週內就火速公關 但其他家就是不斷的申請 然後被推薦 怎麼看會有點雙標 使用署在這一次 終於通過拖育快篩季的審查 但是發現福祐達公司 竟然跟高端有這麼緊密的關係 所以不禁讓民眾質疑 為什麼之前我們一再的呼籲 趕快來通過相關廠商申請的案子 但是只要跟高端連結 火速的通過 民眾就會質疑為什麼 這當中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會造成民眾 對於現在這個政府 指揮中心食藥署缺乏信任 那才會造成現在指揮中心 對於相關的防疫政策 其實沒有一定的標準 才會造成現在非常的混亂 前後矛盾荒腔走版 給大家理解 謝謝